哈喽大家好,我是夜晚三点半的孟婆,今天孟婆给大家介绍一部韩国惊悚电影《七年之夜》,电影开始在韩国小村庄士林村里,士林村里有一口古井,传说把人的鞋子丢进去,那个人也会随之死去。 男主秀贤恨透了他的父亲,因为他父亲酗酒后经常家暴他的母亲,导致母亲抑郁上吊自杀。 这天,秀贤提着父亲的鞋子走到古井边,将鞋子扔下去,他没想到的是传说是真的,秀贤听到了父亲在井里的呼救声。 内心挣扎了一会儿,秀贤决定不救父亲,他头也不回地回到家里,七年后,秀贤有了自己的家庭, 有一个贤惠的妻子和一个可爱的儿子。 一天夜晚,秀贤开车外出,马路上忽然窜出一个小女孩,秀贤来不及刹车,撞到了小女孩。 秀贤下车查看,发现小女孩还没有死,还有救。 但一想到救活小女孩后还要承担医疗费,精神损失费等等,秀贤就打消了他的念头。 要知道这些钱足以摧毁他苦心经营的小家,于是秀贤昧着良心把小女孩丢进了湖里。 小女孩的父亲是村里的爆发妇,富贵。 富贵和秀贤的父亲一样是个家暴男,他的妻子不堪折磨和他离婚了。 丢下年幼的女儿跟着富贵生活,妻子走后,富贵就把气撒在了女儿身上。 女儿不忍富贵的辱骂殴打,深夜离家出走,这才被秀贤撞倒了。 富贵见女儿迟迟不回家,就雇人去找女儿。 村子本就不大,搜救队很快就将他女儿从湖里打捞起来。 法医鉴定后告诉富贵,他女儿是被殴打撞伤,丢进湖里致死。 富贵恶狠狠地表示,要找到杀害女儿的凶手。 小女孩的葬礼上,巫师不知怎的忽然抓住秀贤的儿子。 秀贤怕儿子受伤,于是他扑向巫师,殴打起巫师。 好好的葬礼就这样被他们毁了。 夜晚富贵开着车到马路上寻找线索,他遇到了秀贤。 秀贤一见富贵就神色慌张想要逃走,这使富贵对秀贤起了疑心。 富贵在秀贤身上展开调查,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 富贵通过收集到的情报判断秀贤就是杀害女儿的凶手。 为了报复秀贤,富贵开车撞晕了他,并将秀贤带到水库控制室里。 秀贤的儿子也没能幸免。 他被富贵绑架到水库的柱子上,水库的水位慢慢上征就会淹死秀贤的儿子。 秀贤通过监控,看见儿子马上就要被淹死了,他忽然浑身充满力量挣脱束缚,将富贵推下了控制室。 随后秀贤按下水阀的开关,将水引出水库,成功救下儿子。 但将近一半的村民因为秀贤的这个举动丢了性命,水淹没了他们的家园,淹死了他们。 脏心病狂的秀贤被逮捕了,法院判他七年后执行死刑。 秀贤想在死前见上儿子一面,告诉儿子事情的前因后果。 可秀贤等不到那一天了,因为富贵坠下控制室后并没有死。 他隐姓埋名多年就是为了报复秀贤,富贵绑架了秀贤的儿子,将他绑在车的后座。 最后两人随着车子一起坠落到了山谷里。 这部电影的色调很好看,冷艳调更能衬托出惊悚的剧情。 主演们的演技都很在线,值得一看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